为了追求健康 很多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做运动 但是骨科医生却发现 在周末假期结束之后的星期一 因为手肘麻痹或者背部酸痛 前来求诊的病患 比平常多出了两到三倍 很多人就是因为 没有做好伸展和暖身 就直接运动 结果不但扭伤了肌肉或筋骨 甚至造成永久性的身体伤害 骑单车健身疏压 又可以节能减碳 既健康又环保 但是如果姿势不当 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运动伤害 尤其假日过后的星期一 因为背部疼痛化手肘 出现麻痹感觉 前往骨科看诊的人数 就比平日多出两三倍 骑车回来觉得手变怪怪的 手就变成不灵活 手没有办法打开 没有办法握东西很顺 这是此神经麻痹的一个情形 这个会困扰他的日常生活 他会扣扭扣 拿汤匙都有困难 拿笔都有困难 可别小看这样的伤害 光是手肘神经麻痹 就要休息三个月才会康复 另外身体过度浅寝 坐垫高度过高或过低 也是造成单车运动伤害的原因之一 而运动伤害还会出现在 看似缓和的瑜伽 或是在健身房的各项运动 不少民众在运动前 没有事先做好肢体伸展 直接运动的结果 不是扭伤筋骨 就是造成身体的伤害 物理治疗师建议在运动前 要先做好手脚背部 各20秒的伸展操 医生建议所有的运动 除了要有好的工具和场地之外 一定都要有量力而为的心态 一旦觉得太累太喘太酸太痛 就是要休息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逞强 以免让原本为了健康 而做运动的美意 最后反而大打折扣 让身体受到伤害 记者黄千秋福才 台北报道